加速 明年元旦 明年春节 出境旅游在中国现在已经预定爆棚 现在明年春节中国大陆的出境邮订单 比起今年春节已经增上了20倍 那你可以想象在中国农历春节期间 有哪些地方会有很多很多中国大陆的观光客 有东京 新加坡 曼谷 澳大利亚 雪梨 是前面几名最热门 中国大陆上半年入境的国际游客却比较惨淡 不到50万人次 比起疫情少了十几倍 所以中国再下一天猛要 宣布把各国前往中国的签证费打七五折 飞机缓缓滑上跑道 这趟要从上海飞往埃及首都开罗 大陆的航空公司东方航空 首次开通上海持飞北飞的定期航线 行前还特别举行启航庆祝仪式 我们是环球旅行的 然后这次也是趁着首航 以前都要从迪拜转机 有了直飞真的是很便宜 12个小时就到了 东航执行上海到埃及航线 未来每周固定三个班次 而首航当天上座率就达到96% 东航在上海浦东开罗航线上 执行的是A350-900机型 这是民航业内最新的机型 具备最好的客舱服务系统 而且具备了空地联动的功能 旅客在航班起飞以后 即刻能使用飞机上的WiFi 用最新的机型负责新航线 大陆民众出进旅游需求 随着元旦春节假期临近 逐步升温 根据大陆旅行社协程数据 明年春节出进邮订单 同比2023年的春节 增长近20倍 旅游热门地有东京 新加坡 曼谷和澳洲雪梨 这个澳新线 它刚好是跟我们中国 是一个反季节的 出发的有80%了 因为我们有预期的报名 要提前做好签证这方面 大陆的国产邮轮 艾达摩都号也正好 能赶上这波节日出游 10号游轮已经正式交接 给运营方 1200多名来自全球各地的船员 已经登船做准备 游轮预定明年元旦首航 从上海出发途经济州 长崎和福岗七天六夜 未来还会开通28条航线 出游日期不仅覆盖元旦春节 还有大陆国庆假期 寒暑假等 一泊上海无村口游轮码头之后 将在首航前进行试验航次 将模拟真实的游轮航次 进行海市管理 以及产品服务等等 开拓新的旅游体验 由广东珠海推动的港珠澳大桥团游 本周五开始试运营 行程从珠海口岸出发 经港珠澳大桥主桥 穿过海底隧道段 抵达东人工道 参观了解大桥建设 游览时长约140分钟 出席优惠票价人民币198元 这么大一个国际上一流的一个大桥 我们感受一下分享这个幸福感 最主要是有三点 就是看到中国的这个建设 这个建设的程序 由于每天有限额1200名游客 采取配额方式 让旅行社组团限制多 加上游览行程 报名参加预计长者居多 很多长者就更愿意出游这一块 因为他要看这个四季工程 我们目前在跟公交旅游集团 在合作 开通从广东省各省市 到珠海的专线 大陆民众出游热情高 不过今年上半年 入境中国的国际旅客 却不到50万人次 相较疫情前2019年 差了十几倍 上海近期就展开 入境旅游形象推广 有枪调 有枪调 招来七位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等 国际友人担任旅游推广人 还拍观光影片 几例宣传外 实际的措施则是降低 到中国旅游成本 作为临时措施 中国驻外使领馆 自今年12月11日 至明年12月31日 按现行收费标准的75% 收取来华签证费 大陆宣布将各国 前往中国签证费 打七五折 这是继月初 开放六国免签入境后 另一个找回国际旅客的 积极政策 不过在新冠疫情期间 中国形象大声 现在极力修补 要挽回国际旅客 恐怕还需要些时间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